仔细看坐在桌边的这个老者 他是波斯大学的风云人物 埃德加索罗门教授 他的下面一段演讲可能会震惊到 一个熊在大便 碰见了一只兔子就问他 你掉毛吗 不啊我不掉毛 于是熊抓起兔子擦屁股离开了 这席话引起下面一片笑声 但是下面的话他们不理解 曾有一个叫做多特的女士 以猪大便为食 有一天她的存货吃光了 她就开始吃它下面流出来的咚咚 这是从教授嘴里说出的话吗 接着下面的举动更加疯狂 她把主持人的手按在桌上 硬生生地切掉一个手指 众人见状恐慌离场 警察当场把这个教授送走 这位教授为何有如此害人的举动 临死前还要拿手机做什么 看看下面的故事就知道为什么了 这天小白在回家的路上 回手拍死一只凡人的苍蝇 下一秒一千美金到账 Oh my God 还有如此荒唐的事 紧着这电话响起 只要你吃掉这只苍蝇 3622美刀立即到账 这种恶心的是谁会去做 小白回到家里 查看了自己的银行账户 果真多出了一笔一千的记录 这不是恶作剧 她看了一眼熟睡的妻子 从口袋里掏出那只苍蝇尸体 强忍着恶心吃了下去 当品尝完 手机就收到了到账提示 随后电话打来 夸赞小白做得不错 接下来只要在36小时内 完成13个小游戏 就会变成一个土豪 已经完成了两个 只要再完成11个就行了 每完成一个游戏 奖金都会上升一个档次 最终会获得600多万的奖金 小白看着自己即将临产的妻子 自己又刚被炒鱿鱼 家中还有一个年迈的父亲 一个智障弟弟都需要自己去照顾 生活的无奈 让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游戏 第二天 他和妻子一家人在公园野餐 任务电话打来 第三关游戏 在五分钟之内弄哭一个小孩 奖金五千 他开始四处寻找目标 公园里的小孩多数都有大人陪同 不好下手 这时他看到一个落单的女孩 朝洗手间走去 他赶紧上前 关上门阻挡小孩去路 并对他说 你的妈妈不爱你了 他们正在讨论把你送到孤儿院 不信你回头看看他们 女孩深信不疑 痛哭跑向自己的父母身边 手机随即响起了道账提示的声音 此地不宜久留 他带着妻子逃离了现场 随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教堂里 任务电话再次响起 第四关任务 烧掉教堂里孩子做的手工品 奖金一万 在屋里烧火动作太大 聪明的小白把手工品 拿到了一个没有人的空地点燃 奖金到账 他想把火扑灭 却不知火星把屋内的布帘烧着了 火势越来越大 灭火器都压不住 没有办法 按下消防报警器 带妻子逃离了这里 刚出教堂 第五关任务就来了 让他找一只鸵鸟 换掉眼前那个流浪汉的手推车和衣服 游戏的规则 让他不能告诉妻子现在做的这些怪事 很快 警局多了一只鸵鸟 和一个没穿衣服的流浪汉 那个被骗哭的小女孩 描述这个男人的外貌 一件件怪事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小白很快接到了第六关的任务 奖金五万 这关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到602号房间 劝说一个孤单的人 到餐厅喝一杯黑色咖啡 这事情好办哪 他敲了敲门 没人回应 看了下手表 要在四点钟之前完成 不能太拖延 门没锁 他打开门 发现屋内一片狼藉 走进浴室 发现一个死了许久的尸体 这是什么鬼 已经不是打苍蝇那么简单的事了 这是犯罪 是对死者的不尊 电话那头劝说着小白 只要完成这个任务 就能走向人生巅峰 不然就是过这种苦逼的生活 如果放弃 之前的奖金都会被收回 没办法 小白拿起清新剂对着尸体猛喷 然后带着尸体来到了指定的餐厅 故意用冒岩挡住尸体的面孔 套在墙上摆出一个睡着的假象 时间就要到了 黑咖啡还没有送来 更要人命的是 来了几名警察 服务员竟然把咖啡先送给了警察 小白看了钟表 时间还剩15秒 豁出去了 小白把对面警察的咖啡 抢过来放到了尸体面前 手机提示音响起 任务完成 几年保险销售精英的称号 不是白拿的 警察被说得哑口无言 就这样 顺利逃离了餐厅 对方鉴于小白的出色表现 直接让他通过了两关 下面又是什么任务在等着他 能顺利完成到最后吗 仔细看这个衣裳不整的男人 他正在玩一个能改变命运的游戏 前面已经完成了7项 还剩4项就能走上人生巅峰 不远处 看到一个面具男开着一辆大巴车 车头显示一个数字8 暗示着小白这就是游戏第八关 图中 电话那头告诉小白 你现在已经成了通缉犯 各项罪名加起来 至少坐10年牢 但是 只要他顺利完成13项游戏 所有的罪行都会烟消云散 如果失败 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很快 他来到了8号房间 里面坐着一个帅哥黄毛 还没聊上一句 又走进一个性感的红衣美女 这是黄毛认出了小白 是他的小学同学 在这游戏里 还能找到老同学真好 美女找出一个白色塑料袋 铺在地上 又从箱里拿出一个角合具 我的天 这是要做什么 神秘人告诉小白 游戏第八关 就是去掉黄毛的一只手臂 而且这事是黄毛愿意去做的 太过残忍 小白拒绝做这样恶心的事 但是黄毛把以前在学校 欺负小白的事 霹雳巴拉一顿说 小白听不下去了 戴上面具 一顿猛操作 好心的小白完事后 把黄毛送到了医院 就在离开时 看到了黄毛的弟弟 他抄起引 咔嚓一下砸了过去 少年的仇报 还得到了25万的奖金 感觉那是一个爽 从最初的胆战心惊 到现在的无所畏惧 他在享受闯关带来的成就 小白给未婚妻 带来了一个惊喜 给他举办了一场 隆重的订婚宴 第十关的游戏来了 奖金高达50万 越来越刺激了 这关小白要在发表 敬酒词的时候 破坏75%的陶制品 食物或者水晶制品 同时还要唱着好汉歌 就算任务成功 这是一场订婚的大喜日子 这样一闹 怎么收场才好 此时 无外来了几名警察 他们不是来抓小白的 原来是有人报警 说小白的弟弟 吓唬一个小女孩 做了坏事 小白灵机一动 不如将计就计 他让老弟赶紧跑 然后就开始了 自己封堂的表演 还告诉边上的妻子 这是在为弟弟拖延时间 摇演结束 用椅子顶住大门 逃离现场 最后一关的任务 竟然是让小白向警方自首 没有办法 小白只有拿走一个 被带到了警局 警方拿出了一张张照片 列出他犯下的所有罪行 但是小白看到这些照片 有的并不是他做的事情 他明白了 这个游戏不止他一个人在玩 他要逃出这里 为了家人 他要完成这个游戏 他挟持了一名警察 随手拿起一个凳子 敲碎玻璃跳出窗外 手机不慎掉到了垃圾桶里 保命要紧 翻墙逃离了警局 在路上 小白抢走一个年轻人的手机 对方是如此的神通广大 他坚信对方会打电话给自己 他大喊道 但是手机并没有回应 此时对面走来了一个老夫人 小白的直觉告诉他 这个妇人肯定不简单 他威胁着让妇人告诉他 第十二关任务是什么 妇人吓得浑身直哆嗦 在屋内 夫人一句话也没有说 看来小白的直觉是错了 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老夫人做了一个手势 果然没猜错 第十二关的任务就在他的身上 他带着小白来到屋外 让他把晾衣绳挂起来 小白刚把晾衣绳挂了 手机就响起了一百万道账的声音 游戏就这么简单地结束了吗 小白转头看向了远方 从远处传来了摩托车的声音 他缓缓地走向路边 不料脖子卡到了晾衣绳上 这晾衣绳竟然延伸到了路的另一边 大事不好 群机车少年正朝这边飞驰而来 小白一边拼命地呐喊让他们躺下 一边努力地尝试拔掉晾衣绳 就在关键时刻 拔掉了晾衣绳 化解了这场危机 原来机车少年也在玩这个游戏 他们轻松地得到了一百美金 下一关是什么 赶紧来吧 小白看到了不远处 另外一个人也挂起了晾衣绳 而那些机车少年竟然又回头开了火 小白向前奔跑大喊着 让他们不要过来 机车少年已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下一秒不堪入目的一路发生 小白决定退出这个游戏 因为他知道 下一关会有更大的灾难在等他 他走到人群中 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手机铃声响起 这里也有参赛者 他站在高台上 问谁的手机在响 只见一个人慌张地跑走 并驾驶一辆货车逃走 小白紧随气候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人把车开到了自己家楼下 大事不妙 小白连忙跑回家里 这个时候 精神失常的弟弟走了出来 小白问他 你的包里是什么 第十三关任务是什么 弟弟惊讶地看着哥哥 看来是瞒不住了 告诉他自己的最后一关任务 就是干掉一个家庭成员 这时老头听不下去了 现在的游戏 真的是谁都能参加了呀 比他原来玩的游戏简单了不少 好家伙 原来他们的老爸也参加了这个游戏 并且最终完成了挑战 他的最后一关和他们现在的一样 就是干掉一个家庭成员 老爸干掉了他们的母亲 因为自责了 浑浑噩噩十几载 把奖金挥霍一空 小白掏出手枪 他要让老爸的行为付出代价 那场游戏毁掉了老头一声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要让他们赢不了这个游戏 说完 用小刀在脖子上 喀巴一下自我了断 弟弟看到这场 吓得两腿发软 小白劝他放弃这场游戏 可弟弟从包里找出手枪 没有拿出来就被小白一枪干掉 随后跑到弟弟的身边 按住伤口让他不要躲 弟弟告诉小白 他只想赢一次 好给哥哥买一份结婚礼物 说了声对不起 这时小白感觉到自己的胸口 被冰冷的小刀刺 他连忙躲开 双腿又被弟弟刺中 最后弟弟昏死过去 此时小白通关成功 奖金累积五百七十万 对方承诺销毁了小白所有指控 这名警察正在小白的家中销毁证据 但他万万没想到 小白竟然走到半路又得法了 他拿着枪指着自己 警察告诉他 自己也只不过是一名工作人员 小白听不进去 他憎恨这个游戏的一切 一枪放倒了警察 游戏规则被打破 所有的奖金都被清零 妻子打电话告诉小白 要到警局里保释他出来时 发现警局里没有他的被捕记录 而且还有一个电话打给自己 说只要吃掉一个苍蝇 就可以获得六千块奖金 小白慌了 自己的妻子也参加了这个游戏 但是妻子说这太恶心了 把包裹的苍蝇扔进了垃圾桶 小白松了一口气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 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大海观影 下面还有更精彩的游戏在等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